大家好 这次课呢 咱们是学习一下 UFT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叫DeadTable 这个叫数据表 实际上是可以利用我们 Excel表格 跟UFT进行交互的 就是通过DeadTable 这个方法 来实现的 这里面我还是 跟之前一样以一些代码的方法 给大家做一个交互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先 构造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Excel表格 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我构造一个 这个飞机登陆的 这个测试用力我来看一下 右键 在桌面上新建一个Excel的工作表 好打开 看一下 嗯 好 那么这个工作表的名字 假如说我给它几个重命名 先把工作表的名字 重命名 叫FlightFlig 是吧 FlightLogin 然后的话呢第一个 用户名就是我们第一个字段 列啊 叫Username 然后是Password 然后是什么 期望结果是吧 ExpectBerry 然后是实际结果 好 好 来我构造的事例 那么测试用力 第一个就是 用户名密码都为空 期望结果是什么 请收入用户名 这里面我就自己构造了 比如EIS PleaseInput 什么样 AgentName 是吧 好 这是期望结果 那么第二台用力是什么 收入用户名 然后呢 密码不输 讲说你的期望结果是 PleaseInput 什么样 Password 这个我现在是在构造一个测试用力的文章 这是在Excel版本当中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录什么 Marker 好 密码也什么回来 一个期望结果就是登录成功 是不是 OK 我们保存一下 好 关闭 我们把它保存成 992003格式的 然后呢 我把它放到C盘吧 叫Flight HT Case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在C盘下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Flight 它开始这个文件了 接下来怎么办呢 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呢 就利用UFT 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从Excel表格当中去取消过那些数据 以及对它做一些操作 包括我来统计这里面大概有哪些测试用力 等等的一些操作 操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建一个脚本 首先我又从Excel当中导入我的测试用力 这是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利用DataTable当中的一个函数 叫ImportSheet 这样的函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方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知道DataTable都有哪些操作方法 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 它的帮助文档 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啊 在哪一块里面 直接收拾呢 DataTable就可以了啊 Data DataTable 我们来看一下 DataTable object 然后的话呢 又 来看一下 在这个帮助文档里有好多啊 应该有好多方法 那刚才我讲的是导路对吧 应该是ImportSheet 打开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语法使用的形式 那么我们这些大家自己看一看啊 我直接教大家怎么用就行了 你看啊 DataTable.ImportSheet 这个地方是你本地的Excel表格 这个1呢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Excel表格当中的第一个工作表 导入到我们的什么呀 导入到我们的什么呀 这个 这个 UFT当中的 对应的表明 对应的表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写 怎么写 你看啊 DataTable.ImportSheet 后面跟什么 空格 后面跟什么 你的地址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名字叫什么呢 打开看一下 FlatCase FlatCase FlatCase.xls 是吧 然后呢 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用 也可以用什么对应的名字 导入了一本地的 Action Actioe 用这样的方法来做操作 那我们可以执行一下 看看 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导的时候 你要把Excel文件关掉 关闭了 不要打开这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看能不能导进来 是吧 这些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 在那个里面都是临时的 大家看一下 导进来的是吧 那也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利用DataTable 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Excel表格 测试用力导到我的UFT里面 那今天导进来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看一下 它一共有多少条 测试用力 那么看多少条测试用力 也就是获得 获得这个数据表里面 有多少条数据 那么多少条数据 我用英文怎么说 数据获得是Gate 是不是 多少条 其实就是多少条 行 用可以什么 用Row来表示 你可以Line 那是什么 相应的什么 记录是这样子 那我们这一个Excel 可以用Row来表示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 我们试试可以定一下 定一个 定 开始 定一个 测试用力导 那么CaseCount 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 DataTable DataTable Gate 你看一下 Row Count 这个地方可以获得总行数 MessageBox 是答应这一句话 变成 这个地方写 这样写 当前 测试用力 有 你看啊 CaseCount Count A 条 好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把数据 我们自己知道的有三条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看看 它是不是提示什么意思 当前 诶 当前 CaseCount 怎么只有 哦 写错了 因为什么呢 没有指明什么 是哪一个表 不得行 因为它默认取的是什么 是Global里面 所以说这里面点什么 点Gate什么 是 获得哪一个表里面的 哪一个表里面的 测试用力总数 A 是Action 你注意到 这里面有区分大消息 有区分大消息 OK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看看 好 大家看了 有三条是不是 那这个是利用什么 GetRowCount 这种方法来获得的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测试过程当中 Delta Table有好多个方法 刚才那也看 帮助大家也看到了 它有好多个方法给我们使用 那么我们呢 可以呢 根据咱们自己的需要 来获得这样的一些什么 这个方法 然后呢 利用这样方法 获得我们一些想要的东西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呢 在下词课吧 下词课呢 我们给大家呢 讲一下 如何利用我们这个Delta Table 实现我们一个简单的 自动化测试脚本 下词课呢 我们再讲 那么这次课呢 就给大家主要是讲一下 这个Delta Table的两个小 基本操作 大家呢 先感受一下录像门 那下词课呢 我们就会花一些时间 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如何利用Delta Table 实现一个自动化测试脚本 那咱们下次再见